0403已经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 那你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少 整个硬体各方面跟科学运气这个损失 几乎是为无其为 至于内部因为暂时停工 他重新调整机台这个部分 这属于营业机密 就是这段咨询被民进党立委吴佩义指控 是向国科会要企业机密 国民党立委洪孟凯谈员提告 要求政府官员要来提供台积电企业内部资料 被我揭露之后 他不止不知悔改 反而说要来告我 在这里直接说 欢迎洪孟凯来提告 从来不会索取机密资料 尤其不会针对民间公司 索取相关的机密资料 看看质询内容 洪孟凯要问的是 政后整体营运状况 和晶元设备厂恢复率等等 但国科会表示相关提供损失 要企业愿意提供才可以 那么问题来了 这类资讯算不算机密 又能影响多大 如果给了很明确的数字的话 在市场上他的竞争对手的话 就可以来去评估 可能会出现多少产量的 产品上的空缺 他的竞争对手 在产品的售价或定价 或是在产能上 可以去设定 他是不是有填补的空间 也就是说 若公布明确数字 竞争对手可推断出产能 的确可能影响到企业营运 和短期企业股价 而要公布多细的数字 全看厂商愿不愿意给 生肖上路 这些企业的营业秘密资讯 都可能被立委胁迫 透过质询强制来取得 虹孟凯想向机关了解 症候损失 只是牵扯到科技厂 确实比一般单纯企业 财损更敏感 郑桥也让育伟捡到了 可以拿来扫射 国会改革的机关枪 这位新闻 孙同学专与台北藏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